李斯小刺猬羊毛粘材料包 材料包里面有刺猬布、工作垫、羊毛、戳针 戳针有两支,一支是标准针、一支是细针 还有一份基础教学讲义 一支被用具,小剪刀、白胶、手缝针、手缝线 将白色羊毛分出一小坨备用 分出来的另外一大坨羊毛戳和当身体雏形 先将白色羊毛由下往上卷 卷完,再结尾处用标准针戳和 接着,均匀戳,直到戳成简形 再将被用的一小坨羊毛分成两半 一半拿来做鼻子 将白羊毛鼻子戳成尖尖的 再与身体雏形结合 像帮他戴帽子一样 做完雏形后,测量眼睛位置 眼睛位置与鼻子会形成等腰三角形 将眼睛位置使用戳针戳或小剪刀剪出孔洞 接着将眼睛用白胶粘在戳好的记号洞中 黏完眼睛后,拿取一小戳黑色羊毛 将黑色羊毛,用食指及大拇指指副搓成小圆球 再将小圆球用戳针戳在雏形 鼻子的位置 鼻子及眼睛制作完成后 接着拿出铺在鼻子周围的毛色 上化妆一样帮小刺猬上妆 上完妆后,帮小刺猬戳上嘴巴 取一小戳黑色羊毛 将羊毛用手指搓成一条细细的 慢慢戳在嘴巴位置 身体及表情完成后 取出肤色羊毛 分成五等份 将其中四等份 搓成四条长椭圆状 制作小刺猬的手脚 手脚完成后 搓在身体下方 再用第五份肤色羊毛 再用第五份肤色羊毛 附在肚子部分 增加小刺猬粉嫩的肚子颜色 身体完成后 要将小刺猬上衣服 将刺猬布根完成的小刺猬身体做个测量 确认小刺猬的衣服能穿得刚刚好 使用油性笔鱼布上做记号 接着 使用小剪刀修剪 接着将小刺猬的衣服及身体做结合 需使用手缝针及手缝线缝制 缝制方式 从小刺猬的额头中心开始缝 从中心缝制左侧及右侧 左右侧缝制完成后 于屁股位置的部会多出一些 边拉边修剪边缝制 就快完成啰 将缝制完成的小刺猬 沿住刚缝制完成的位置 用剩下的白色羊毛戳上一圈 不用戳和太扎实 让它呈现毛毛状 身体的部分已经完成90% 剩下耳朵 取出耳朵的羊毛 分成两半 将这两半羊毛分别戳成扁扁的半圆 再将戳好的羊毛戳在耳朵位置 就完成可爱的小刺猬 感谢您收看爱丽丝羊毛毡教学 如果需要配置材料包 可以在影片下方点击粉丝团连结询问 或直接点击购买连结 欢迎订阅我们 我们会不定期分享首作教学影片 谢谢观赏我们下回见